均价1.5元一个的小型猫玩具 和均价5元一个的中大型狗玩具 两个猫狗玩具盲袋 今天开拆 我已经分不清哪个是猫玩具 哪个是狗玩具了 我们看一看 是不是那种 就是比较劣质 比较硬服的款 因为拼多多少很多盲盒 都是比较坑人的 就是商家睁着眼睛放垃圾的那种 今天来看一下 这个猫狗玩具怎么样 它说是外貌的 看上去真的像外貌的 这个标签 这个是 有点吓人 小姐我之前看了一个电影 叫人体无功 说是 里面有发声 发声 发声系统 这个是大型狗玩具 这个是中大型狗玩具 这是一个猴子敲锣 质量的话一般吧 我妈之前我在上高中的时候 她陪读 她在旁边做这种小手工 就是这些所有的缝线 全部都是机器缝的 如果有那种像扣子一样的眼睛 或者什么是手工钉上去的 然后还有手工塞完棉花 这种小的一般都是手工塞棉花 不是那种大型 就是机器冲棉的 然后这都是人手工缝的 这个针角缝的就不过关 正常来说是缝那种平行针 然后一扯 然后就从外面是看不出痕迹来的 质量一般 这个酒瓶子质量还挺好的 狗玩具 这个是一个带响指的一个耗子巷 这个是一把剑 舌剑 这个是一个包米 响指包米 这个是一个咬着玩的绳结 这个是一个布做的肉骨头 这个是一个小老虎 质量一般 但是对得起五元一个的身价 然后这一袋 应该是猫玩具 这啥呀 这猫玩具还挺精致的 它有一股库房味 这是一条丝带 这是一个小豆包 这个是一个布衣的老鼠 还都带卡纸的 然后我朋友他在外面摆摊 这些东西就可以在摊上卖 这是卖五块钱 一个应该能卖出去吧 批发才一块五一个 我就是那种宁可去饭店刷盘子 我也不敢去摆摊 因为我射恐我害怕 我感觉我让我去摆摊 我就感觉我嘴被粘住了 脚被粘上了 我一步也动不了 一句话说不出来 但是我朋友特别大方 自己做的那种宠物肌肉杆摆摆摊 我还让他去做那个经营许可证 要不怕被打假 他一天卖五百块 就最近生意真的很好 然后他就感叹 只要把腿卖出去 把嘴张开 就不会被饿死 这个是一只小老鼠 这个做过一般 这个是底下带这种玉米纸的小豆包 这个哦 这两个 两个不同款的 一个是麻布的小豆包 一个是绒布的小豆包 这个一个小鸟 里面带一点小纸 应该不带猫薄荷 牛仔小老鼠 这个是红酒塞 我记得以前我们这整顿试容 就不让摆摊了 现在又开始就是让摆摊了 平时摆摊 周末摆摊不收费 暑假你要想摆摊要拿二百块钱的摊未费 哦 已经在外面等着了 切切 帮忙来 这一包是中大型狗玩具 这个有点像一个 啊 吓我一跳 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声音 我是头一次见这么大的气囊发生玩具 这个感觉可以放在这个坐垫底下 这个是一只 迷路粉色猫头鹰 有点小痴呆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麻的一个玩具 像李光猪一样 李光猪大奶牛 这个不开放了一小瘦子 哇感觉如果摆地摊这种玩具 卖15块钱一个也可以 感觉比那个娃娃机里面那种玩具 质量要好很多 就是可能颜色不是那么的鲜明 不知道狗哥会不会认这种颜色 哦这个真的是绝了 世界上最吵的狗玩具 那今天这些就这样了 喜欢 这个能卖10块钱吗 15 15那卖10块钱 这个红色的挺好看的 嗯这个 这个我也卖10 这个骨头也行 吓得一跳 好